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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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 这样的文字描述是对女性尊严的践踏 也是一种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可是 发生在蒙记身上的事情 比这些美人更让人心痛 因为 他们并不是甘愿入青楼 而是被人强迫弄瞎双眼 流落到烟花巷末以卖身为生 为了生计 他们只能对嫖客笑脸相迎 不管曾经有过怎样的悲惨经历 都不能有任何的表现 即使历史的长河沉沉浮浮浮 也无法抹掉这段过往 清朝时代的文人草去经 曾经在顾望言中描述过名代秦怀河畔的场景 当时的有钱人 官二代或者富二代 他们尤其喜欢与盲记在一起 甚至 引发了一股潮流 其实 了解过各种缘由之后才明白 与其说光顾盲记是一种潮流 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安慰 秦怀河畔从来不缺美女 明记也大都是才貌双全 厌压群方 记忆压重 可惜 因为种种现实的逼迫 他们只能选择烟花巷的 虽然 在这些达官贵人的眼中 即便是明记也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工人玩乐的工具而已 可是 当他们找上门之后才发现 就算明记身居下界 也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降服的 在这里 钱再多也无法让他们心生敬仰 反而是那些有文采有人品的人呢 更能俘获他们的芳心 孤妄言作者曹旭经 在全书序中自言 我既以人为妄 而人又以我为妄 盖宇宙之内 彼此无不可以为妄 乌乎 旷语之世书 熟不以为妄也 故不得不明知妄言也 然妄忽不妄忽 知心者见之耳 并且 在 孤妄言中针对这种情况 也曾经举例说明 明末时期 有一位叫做刘元的名记 有钱的名是看上他的财貌双全 出仲金让他赔税 可是 刘元愣是没有什么取悦的动作 只是留给他一个后辈 当时明是觉得自己被人轻视了 所以 杨庄生气地问道 你不知道我是明是吗 原以为刘元听到这样的问题 可能会觉得有些后悔 没想到 他回头之后说了一句 明是是什么东西 值几个钱 虽然堕入烟花下 但他的内心依然存傲骨 也可以说 刘元这种名记所拥有的气节 是连名识都为之折服的 可是 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现状 不管这些名记心中有多厌恶 那些财大气粗 的人和那些所谓的名识 他们都不能在行动和表情上表现出来 并且 对于这些名记来说 日常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靠言语或者诗词歌赋来取笑这些人 时间长了 有钱有势的人渐渐开始发现 每天对一些这样一个国色天香 留下来就要忍受无情的计较 所以 就只能放弃了追逐名记的心 权衡之下 他们反而开始觉得盲记是最得人心的选择 对于这群人来说 盲记因为眼睛看不见 根本无法从长相上评头论足 分辨好感和丑陋 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 他们大都是些没什么文采的人 所以 自然也不存在诗词各部 暗讽有钱人的情况 恰恰相反 这些盲记每天心心念念的就是如何讨好这些嫖客 就算对方眼屡间从来不注意分寸 说话相当难听 他们也可以笑脸相迎 一边是冷嘲热讽 一边是极尽银河 权衡之下 大家都开始盲忙记 所以 才慢慢地形成一种潮流 孤望言虽然对明朝时期的烟花相抹有着很清晰的介绍 可是 这毕竟是小说 所以 事实究竟有多大程度的符合还有呆商却 但是 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忘记这个职业是真的存在 这一点在湖普安的中华全国风俗之中也可以找到记录 在广东地区 就曾经有人专门搜罗穷人家长的好看的女孩子 这种人被称为保姆 从小培养他们唱歌跳舞 教他们如何正确应对应酬的场合 为以后做打算 等到这些小女孩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 保姆就会痛下毒手 直接毁掉他们的双眼 然后 给他们装上假眼镜 并且让他们戴眼镜参加各种场合 就社会乌州盲美的苦难也记载 在清末民初时候 喜欢玩弄奴役盲美的时候 在当时官僚 富商 豪身中 成了一种风气 因而当时有些保姆 为了讨好他们 以便捞钱 便将买到的光眼女童 残酷地把双眼弄下 光眼的人便变成盲昧 以便为他们做一辈子的奴役 因为眼睛看不见 他们也从来没想过要逃跑 也完全不在乎自己迎合的人到底是老是小 只是专心做自己的工作 不问未来 当然 也是当时顾客的畸形需求 以及保姆的变态手段 造成了这无数女子的悲惨人生 参考资料 刻冲天黄金榜上 睡美人 孤岩 中华全国风俗制 就是昏无洲盲昧的苦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